我是唱作人第五期结束了 我还是有点意外 就是王源被梁博淘汰了 倒不是我不喜欢梁博 其实恰好相反 我非常喜欢梁博 我就是因为非常喜欢梁博 所以我一直都说梁博太认真了 就是太古典了 太古典的摇滚乐的那么一种气质 在今天的互联网的这么一个流量为王的 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不太容易能够走到最后 但是梁博现在能够走到最后呢 我还是非常的开心 是也得益于这一次 我是唱作人的一个相对比较靠谱的赛制 我们知道这一次它有一个 101的实名制的这个评审团 那么这个评审团它在性别平衡 包括在年龄平衡 在职业平衡 包括音乐的文化的和其他的行业的平衡 它都做得很不错 那么这个才能匹配得起 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音乐生态大逃杀的这么一个评选机制 所以也就是因为在有这样的机制的保险 有这样的机制的保障 那么所以说像梁博这样的实力派的这么一个歌手 这种唱作人 他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对待 好了梁博我们就不说 我们来说一说一说王远 我给王远呢 这五期的表现 特别是昨天 就是 这个第五期的表现 滚烫了青春 我给四个字的评价 虽败柔融 虽然说这个大家口头里面都说输赢不重要 我想王远也是这个态度 但是真正能够理解这层意思的可能需要去一直在跟进着王远的这么一个五期的成长 因为王远他一直有一种他灌注着太多人的这个期待 希望和那种追剧的那种感 追剧感啊 大家一直想要去追 他现在处于 如果从大的分期来说 他现在属于第二季 那么因为TF Boyce他是第一季 那么现在他已经开始要努力的在唱作人的这个丛林里面要证明自己 展现出自己的勇气 特别是昨天我们看到他这个在第五期上面这个滚烫了青春 他秀出了loop station 这种采样 这种跟现场的互动 然后吉他钢琴架子鼓一起 这个转轮的上 对吧 蛮拼的 这个 如果说现在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呢 大家更喜欢看话题 更喜欢看八卦 更喜欢看人 更喜欢看人的成长 恰恰忽略的是音乐本身 那么这一次王源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拿出了极大的勇气 来 证明自己在音乐上的才华 但王源他作为一个音乐上独特的物种 他的才华的展示跟狗哥的才华的展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他跟梁博 跟曾益可 跟萨鼎鼎 他们的展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因为首先他有很强大的这个粉丝基础 这到了现在他在微博在各个社交网络里面的热度还是最高的嘛 那么同时他有非常专业的团队 他有整个网络力量的这么一种加持 这么多年大家对他的各种的期待 以及对他的转变 Transformation 转型的这么一种 这种期待 和这种追剧感 所以我觉得呢 王源他最大的一个魅力就在于 他不断地努力地证明自己 包括这个摇不刀台 包括姑娘 包括昨天的这个loop station 我觉得他都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他还很年轻 他在这个阶段能展现出他的这个勇气和实力 所以说王源虽败有荣